各位观众,从今天这集开始呢,我给大家讲讲圣城耶路撒冷是如何被萨拉丁从十字军的手中又夺回去的。 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讲过,标志着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落的曼奇克尔特战役,以及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夺取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围城战。 那么说到萨拉丁从十字军骑士的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这就不得不说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这就是天国王朝。 天国王朝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题材电影,在这部电影中,除了引人注目的那位英俊帅气的主人公之外,另外两位引起很多观众兴趣的,同时也是真实历史人物的。 一位呢,是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包德温四世,就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患有麻风病的国王。 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拉丁。 那么从今天这题开始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夺取耶路撒冷,到萨拉丁重战耶路撒冷,这期间所发生的那些恩怨情仇。 公元638年,阿拉伯人打败了拜年廷帝国,自此呢,开启了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 那么在穆斯林统治耶路撒冷之初,他们采取的是宽容的政策,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在缴纳轻微的人头税之后,可以获得有限的自治权。 这个时期,西欧的基督徒仍然被允许前往圣城耶路撒冷朝圣。 那么基督徒和穆斯林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和平。 那么真正挑起事端的是在公元934年,埃及人占据了耶路撒冷,他们开始迫害基督徒,并且对非穆斯林行政暴敛。 公元1009年,埃及法利马王朝的哈里发,甚至焚毁了基督徒的圣母教堂,这就引发了基督徒的强烈不满。 而公元11世纪的下半夜,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又开始阻止西欧的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所以呢,愤怒的浪潮开始席卷整个欧洲。 而就像我们之前在讲曼齐克尔特战役的时候所讲,塞尔柱突厥人不断地侵扰拜战腾帝国。 拜战腾帝国不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对手,所以呢,开始向西欧求援。 公元1095年3月,拜战腾帝国的皇帝,埃来克修斯一世,派他的使者去见了当时的教皇,沃尔班二世。 希望西欧的基督徒能够帮助拜战腾帝国,一起来抵御来自突厥人的进攻。 那么教皇沃尔班二世,就在公元1095年11月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这个演讲呢,被视之为中世纪欧洲最为成功的演讲。 在演讲中,沃尔班二世对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做出了赎罪的承诺,而且呢,这个承诺是以上帝的名义做出的。 这种赎罪的承诺对于当时西欧的基督徒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就激发了广大的西欧基督徒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 很快呢,一只数万人的,由农民组成的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就出发了。 尽管这只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呢,它揭开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就像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公元1096年的秋天,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们组成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正式开始。 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具体战况,我们在之前讲耶路撒冷围城战的时候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完成了它的使命,那就是拿下了圣城耶路撒冷,并且建立了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这三个十字军国家。 那么在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之后,在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中,扮演重要决策的是两个大名鼎鼎的骑士团。 一个是医院骑士团,一个是圣殿骑士团。 它们基本上属于两个政治派别,在重大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上采取的是对立的态度。 它们对于耶路撒冷王国政局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医院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的全称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那么医院骑士团它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西欧基督徒的朝圣传统。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西欧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道路越来越危险。 所以中东地区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救助朝圣者的救济站收容所。 11世纪,一批来自于意大利阿玛尔菲的商人,他们在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就向穆斯林当局提出了申请,想在城中建立自己的据点。 得到批准之后,这批意大利商人就建立了圣约翰医院和马利亚医院。 圣约翰医院是针对男性病人。 马利亚医院针对的是女性病人。 11世纪末期,本都会的修士,被祝福的杰拉德,担任了圣约翰医院的院长。 他这个人乐善好施,积极地帮助受伤的朝圣者和穷人。 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拥有着极高的声望。 他也被公认为是医院骑士团的创始人。 那么第一任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国王,也就是布勇的格佛雷,在攻克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他亲自造访了圣约翰医院。 他亲眼目睹了杰拉德及其手下的修士,细心地照料病患,并且节约出自己的口粮,用于阶级穷人和患者。 格佛雷呢,就被杰拉德的这种异举深深地感动了,他决定把自己在布拉班特的庄园赐予圣约翰医院。 这也是圣约翰医院第一次获得十字军的馈赠,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自此之后呢,圣约翰医院就不断地获得国王和其他贵族的馈赠。 他的财富迅速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而医院的声望呢,也如如中天。 那么杰拉德和医院内的其他修士,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引修团体。 公元1113年,教皇帕斯加尔二世正式承认圣约翰医院是一个独立的引修团体,并且赐予了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 由教皇直接解制,无需向任何世俗或者是教会人员效忠。 那么这个历史事件呢,就被史学界认为标志着医院骑士团正式建立。 那么很快,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势力就不再局限于耶路撒冷。 随着朝圣道路的繁荣,以及十字军的工程拔债,医院骑士团在耶路撒冷,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拥有了他自己的资产。 而欧洲的王宫贵族也大量的向医院骑士团捐赠。 这就给医院骑士团的壮大,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扶植圣约翰医院骑士团,这是罗马教廷一贯的政策。 他们甚至赋予了医院骑士团独立的司法权。 关于154年,当时的教皇还特别赋予了医院骑士团, 针对耶路撒冷大主教和其他主教的司法豁免权。 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医院骑士团的独立性。 在罗马教廷的鼓舞之下,大批的基督徒加入到医院骑士团的行列, 骑士团的队伍就不断的壮大。 在医院骑士团成立的早期,骑士们的主要职责是照顾朝圣者和僧侣中的病患, 很少参与军事行动。 一直到公元1126年,医院骑士团中才开始出现职业军官。 那么这也意味着医院骑士团从医院的救助职能开始向军事职能转变。 那么促使医院骑士团转变成为武装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那就是基督徒的朝圣之路越来越危险,冲突越来越多。 而起到保护朝圣者和伤侣作用的医院骑士团, 他就很自然地变成了武装组织。 到了12世纪下半叶,医院骑士团已经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 基本成员稳定,管理模式先进的军事僧团组织。 医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国王王室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也是源于帝人国王格弗雷和当时圣约翰医院院长杰拉德之间的良好关系。 那么格弗雷的继承者们对于医院骑士团也是十分的信任, 无论是包德温一世还是包德温二世都曾经赠予了医院骑士团大批的土地和财富。 关于1136年,当时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福尔克甚至把临近穆斯林的前上城堡要塞交给医院骑士团来镇守, 这充分表明了耶路撒冷国王对于医院骑士团的信任。 那么医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室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 也对于后来包德温四世掌管耶路撒冷时候的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医院骑士团在完成了军事职能转变之后, 就成为了十字军抵御穆斯林进攻的主要军事力量。 继耶路撒冷国王福尔克之后, 底里玻里伯国的雷蒙那二世也把自己的一系列战略要塞交给了医院骑士团来镇守。 雷蒙那二世曾经允诺, 医院骑士团帮助镇守他的要塞, 那么在战争中如果双方共同参战, 那么就平分战略品。 如果医院骑士团独立参战, 那么可以独享战略品。 而且呢, 雷蒙那二世做出了承诺, 在没有医院骑士团参与的情况下, 绝不和穆斯林单独够合。 如此优厚的条件就反映出, 当时医院骑士团已经成为了一支支离强大, 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 那么医院骑士团在中东地区参与了一系列和穆斯林的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军东征的时候, 虽然没有圣殿骑士团那么高调, 但医院骑士团也参与了所有的军事行动。 公安153年,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雷蒙德, 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伯纳德, 亲率两个骑士团的主力, 跟随鲍多奔三世出征埃及的阿什凯隆。 因为伯纳德求胜心切, 他攻入阿什凯隆的一个城门之后, 亲自率领40名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堵住了城门, 想独占功劳, 结果导致了圣殿骑士团的部队全部被监。 第二天, 圣殿骑士团骑士们的头颅被悬挂在了阿什凯隆的城墙之上, 这对于十字军的士气产生了巨大的打击。 在这个关键时刻, 雷蒙德率领着医院骑士团的骑士, 奋勇当先, 再次鼓舞起了十字军原本低落的士气, 帮助鲍德温三世取得了 阿什凯隆围城战的最后胜利。 那么这次作战呢, 是医院骑士团的一道分水岭, 雷蒙德所率领的骑士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也让鲍德温三世对医院骑士团刮目相看。 自此之后, 雷蒙德经常为鲍德温三世出谋划策, 那么就赢得了鲍德温三世真正的信赖。 隔完1167年, 当时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阿塞勒, 鼓动当时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阿玛利克一世, 进攻埃及的法迪玛王朝。 那么在进攻作战中, 医院骑士团的结束表现, 就让阿玛利克一世对医院骑士团更加的欣赏。 这也使得耶路撒冷国王越来越倚重于医院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也成为了国王可以信赖的左保右臂。 那么在讲完医院骑士团之后, 下一集呢, 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另外一支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殿骑士团。